德国农民如何收割生菜 收割方式先进又奇葩 不愧是农业发达国家 生菜又名业用蜗具 是菊科植物 它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最常吃的蔬菜 可生食 清脆爽口 生菜原产地在地中海沿岸 后面逐渐传入到了世界各地 在西欧北美地区 生菜是栽培最广泛的蔬菜之一 我国对生菜的消耗量日益增加 栽培面积也日益扩大 然而我国种植生菜主要以人工为主 机器为辅 种植效率较低 费时费力 我们知道 德国的综合实力比较强大 在机械设计工业制造等方面都很发达 同时他们在农业领域也比较发达 虽然他们的农民不多 但是他们生产的农产品却相当多 除了满足本国需求之外 还大量出口到世界各地 德国农业的发达 离不开优越的地理环境 更离不开他们拥有先进的农业机械 作为欧洲地区生菜种植面积最大的国家 德国农民他们的种植方式和我们一样吗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下 德国农民是如何种植核收割生菜的 进入精彩内容之前 麻烦新来的朋友记得关注我一下 每天都能免费收到精彩的内容 德国农民种植生菜 基本过程和我们一样 但是他们全程机械化种植核收割 首先我们来看看秧苗的培育 这是一个现代化的秧苗培育大棚 里面的温度 湿度和光照都实现了智能化控制 大棚里面放置了很多培育盘 每一个培育盘里放一个纸波 纸波上面有很多孔 将种子放在孔里面 等待一段时间 纸波里面就长满了秧苗 而且纸波可以扯开成一条很长的线 用这种方式进行秧苗培育 方便后面用栽种机进行大规模作业 秧苗培育好之后 就进行栽种 这个时候就需要用到这台大型的栽种机 栽种机由约翰迪尔的拖拉机牵引 后面有放置秧苗的置物架和栽种装置 将大棚里面培育好的秧苗 一盘一盘地放在置物架上 工人们坐在作业台上 栽种装置是一个可以旋转的小圆桶 将秧苗放置在小圆桶里面 机器往前开的时候 小圆桶里的秧苗就会掉落到地里 然后波轮将土拨动盖住根部 这样就完成了栽种 一次性能栽种六行 效率相当高 等秧苗生长一段时间后 就需要对菜地进行松土除草 中耕机这时候就派上用场了 机器后面带有很多铁爪子 机器开过去的时候 铁爪子在地里左右滑动 不仅能够松土 还能将砸草莲跟铲除 真是一举两得 等到收割生菜的时候 这样的收割场面 你一定没有见过 只见一台超大型的收割机 在地里慢慢地行驶 工人们将地里的生菜 搁起来放在操作台 并且按一定量装在袋子里 放进纸箱里 在这台超大型的机器上面 一次性作业 就完成了收割和打包装箱 这种收割模式很有借鉴意义 省去了很多人力物力 看完德国生菜的种植和收割场面 不得不佩服它们农业机械的强大 同时也带给我一些启发 不管从事哪种农产品的生产 要想获得较大的收益 必须走规模化机械化种植的路 只有实现了规模化机械化种植 才能做到产品标准化 这样产品的品质也会相对稳定 农民赚钱的几率就大大提高了 对此大家有什么看法 欢迎评论区留言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讲到这里 如果您觉得内容不错 请点击关注我 屏幕下方点赞 评论并转发 我们下期见